所以 这横跨两边 明星菩提呢 是般若道的正果 它是方便道的发心 融合在一起 这个融合在一起 它就非常殊胜了 因为第一个阶段的发心呢 它是凡夫的发心 它只是住在这个菩提心当中 它以般若服这个大悲愿的这个菩提心 我们是发愿 但是它没有证得诸法识相的般若 所以第一个呢 般若道 它是从凡夫的修行 去证解脱 去证解脱呢就是这个正果 凡夫呢发菩提心 第二个呢是福心菩提 福心就是服我们的烦恼 福心菩提呢是修悲剂心 慈能娱乐 悲能拔苦的六度 那这个六度呢 它以般若为道 那以般若 来引导 这个万行 那 发心修行 之后呢就正果 正果是明星菩提 明是光明的意思 明星菩提呢 它是 住在圣意菩提心当中 那它也 体悟呢空性的智慧 体悟空性的智慧呢 它就正得菩营 我们说正得 这个诸法的识相 那这是第一阶段的波罗道 发心菩提 福心菩提跟明星菩提 那波罗道跟方便道 它像金刚柱一样 金刚柱呢 前面是宽的 然后波罗道呢 的中间断除烦恼 正得空性 那第二阶段呢 是 利益众生的方便道 方便道呢 明星菩提 他是 波罗道